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刘同牧师 这个周末是美国的国庆 这两天已经开始看见到处插上了美国国旗 包括我家在内 今年是我们家第一次在国庆的时候插上美国国旗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去年搬到这个新家 想要建立一个新的传统 另一方面我们是讲借着插上美国国旗来祝福美国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要祝福美国呢 首先这是一个以基督教真理来做立国根基的国家 当初清教徒搭乘五月花号来到这个新大陆的时候 他们就是秉持着基督教的信仰以及价值观来到这块土地上 两百多年来 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建造 无论中间经过多少人与制度的不完全 但是这个立国根基 仍然是美国得蒙神祝福最主要的原因 为此我们要祝福这个国家 好让我们也因此得蒙神的祝福 其次这是一个宣扬基督教信仰的国家 目前在全世界的宣教事工上 美国仍然是拆派最多宣教士 而且是奉献最多金钱给宣教事工的国家 无论现今的美国有多么的远离神 神在美国还是保留了一批忠心爱主 又甘心百上的人 为此神不能够不纪念这个国家 所以我们要祝福这个国家 好让美国继续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 第三 这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国家 虽然我们或许不是土生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 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曾清楚带领我们来到这里的 不是吗 而神带领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 不是只为了有更好的生活而已 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祝福这个国家的管道 所以我常说今天只要神帮你放在这个土地一天 这就是你的土地 你就有责任为这个土地来祷告 特别是现在 当美国社会充满了动乱跟不安的时候 我们更是要起来为美国而站立 我们要同心祷告 阻挡仇提一切破坏的工作 好叫美国能够重新回转 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国家 弟兄姐妹 我深深地相信今年是影响美国前途非常关键的一年 就让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 同心来祝福美国 好让美国能够继续走在神所命定的心意当中 愿上帝祝福你 感谢观看